现在我们进到瓷器展示部分 陶瓷 在窑里面烧制的这些陶瓷产品 这是矿石 这陶瓷产品现在被广泛的应用到各个领域 包括医学领域 牙齿 牙科 看看这些陶瓷产品 很粗大的陶瓷管道 储藏罐 用于发电站冷却循环系统 这都是陶瓷部件 发电站边电站经常用的一些产品 当然家用陶瓷 这个有很多是很久远的了 各种出土的文物里边的陶罐 各种陶瓷 有些也是非常的精美的瓷器啊 从图案造型 上色 镶嵌 各种各样的镶嵌 这是像陶瓷茶壶 一个大茶壶跟我们的国内常见的也很接近了 这是酒瓶 或者饮料瓶 瓷盘 有一些雕塑 树像 用陶瓷做的非常的有点类似于大理石 瓷器 质感也非常好 有一些属于家庭宫廷里边的装饰的大花瓶啊 储物罐啊 果盘啊 石盘 鱼盘 茶具 咖啡具 种类非常多 现在在电器方面 作为电器的零部件材料 很多的精密仪器里面都采用 比较大的 陶瓷 大的陶瓷 这些许多陶器啊 一看是就是希腊的 在全世界很多地方都有这个 希腊古罗马时代的一些陶器 有些宏大的建筑 留下的遗迹 留下的一些残片 这些很多都是残片 残缺的 各种各样的酒中 很小的 非常小的酒中 小的茶具 微小的茶具 或者是咖啡具 或者是用药的 还有一些被做成一些图腾 一些人形的一些 带有宗教祭祀 或者文化意韵的一些东西 我们不太理解 它真正的一些内涵是什么 这片比较暗了 是准备放影片来讲解 所以我就先拍到这儿